是42点处于良好水平 但是前几天烟雾笼罩影响了空气素质 使到市面上的空气净化气特别好迈 销量增加了两三成 商家表示如果烟雾情况持续恶化 这股需求还会上升 来看记者郑吉祥的报道 我国的上空从上个星期开始就有点灰蒙蒙 空气污染指数也一度从良好水平上升到较差的适中水平 售卖空气净化气的商家表示 本地消费者一般很注重困境的卫生 以此每当烟雾来击 或者是流行性感冒肆虐的时候 他们的生意都特别好 空气很重要吗 因为你空气污浊的话 你呼吸起来胸很闷哦 对不对 所以我就会买一些空气沥浸器来家里放着咯 睡觉比较舒服 因为我的孩子鼻子比较过敏嘛 空气净化气的进口商表示 目前烟雾的情况并不是很严重 而且还不知道会持续多久 所以消瘦分符还不会太紧住 可是一旦情况恶化 到时除了住家 其他机构也会有病灾涌进来 差不多一个礼拜这样 要是那个黑台在延迟 就很多人就会很紧张就会打来了 住家也有 学校也有 医院啊这些也有 兵营也是有跟我们拿 国家环境局表示 这阵烟雾可能还会持续多两三天 直到这个周末风势转强 烟雾情况就会渐渐改善 烟雾海港部一个临时搭建的